新约圣经以读所书五章十四节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日 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次经文的时候 只是觉得 是强调我们信主的人 知道了救恩的真理 就好像有光照着我们 赶走了原本的坏思想 或者不好的行为 而且知道追求神良善的旨意 后来我看了一本 圣经原文的注释书 发觉这次经文 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更加强调 不只是说 神让我的心思 从黑暗进入光明 还说 主说 我们原本是睡着的人 睡着在原文的意思 包括昏迷 麻木 死亡 就在我们还未得够前 对于神的作为和光明 其实是麻木 没有反应和没有知觉的 我们不止心思意念分暗 而且根本不在乎光明 但是当我们信主得救之后 奇妙的事跟着发生了 就是昏迷不醒的人会 忽然有了意识 对光有反应 生命的本质发生改变 开始去感受追求主的光明 就正如在这节经文 用死女复活来形容变化 我们如果接受了救恩 就无可能回到原本 麻木不仁的状态 神次我救恩 是要叫我活在光明中 不再走回去黑暗里面 主已经使我骚醒 你是否已经有主的光叫醒呢 大家好 我是钟妙龄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 52mtalkatgmail.com 是52mtalkatgmail.com 愿神祝福你 谢谢观看